你好 你好 我也是我 一点点 阿姨 你曾经一起去一起吗 很多次 很多次 北京 北京 上海 东京 东京 西安 腱羊 你腱羊 是我的私家 谁是他 谁是他 这一人 这不是一个人 但这在前世上 那是第二次世界上 是第二次世界上 我们有一个大筹 一个大筹 每个东西都在这里,每个东西都在里面 都在里面 现在你往这个方向? 是的 你往这个方向是最好的方向? 这个方向还是另一个方向? 我认为,如果你往 Paris 我认为这个方向是最好的方向 好,我会给你看看 看看绿色的颜色的暴露 这是他的 Paris Paris在这里 然后,你当然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向 我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英特朗普 英特朗普 他在你等候候 所以,在英特朗普 所以,最好的方向是 如果你想要 如果你想要 习近乱 习近乱 对 那是最好的方向 你走到这里 然后,正好 这方向 这方向 这方向是最好的方向 但是,你必须知道 有两个方向 两个方向 两个方向 很高兴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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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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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很多车友 这就像道友一样 见面 大大招 这湖 这湖叫 Diapiana 叫 Diap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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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点大啊 感觉 带不上去 此刻 我们要干啥啊 我们现在要飞越阿尔卑斯山 一路往前冲 最起的骑士嘛 喜感十足 我们把箭丑 往前转 走起 加速 这种路啊 娘啊 哇 帅 这三立车就是好啊 这种路段 十点跌 这是一个美妖的骑行事件 才发现小孩子在这骑哦 一家人 现在是高典 部队 是靠近的 在边的 前面是靠近的 是靠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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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靠近的 是靠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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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的靠近的 是靠近了 是靠近的 那是什么不一样吗 险效还生 这边呢 真的是没谁 幸福的不要不要的 还有这一波走法 看下这万万七七的到 难得用East360X4 给它好呈现 欢迎大家来到哥斯 这是阿尔格斯三脚架的一个小队 现在的天气大雾弥漫 所以如果是停天的话 这个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现在是灰蒙蒙的 这里好多酒店 人烟稀少都没什么人 这瑞士很多小镇城里 城里可能人多一些 这小镇人特别特别小 这拨个弯然后就出镇了 都是这种特色房子 然后搭配一个教堂 这每个小镇 特别是欧美教堂 就是他们灵魂的守寨 无论是什么宗教精神 还有这个文化 教堂都是这个象征 走吧我的朋友 要不要买根生菜 1.95 我靠不是啊 吃不起 19块5 这是什么天价 天价 那种生菜 人家甚至比这肉还贵 这肉9.5 但是考虑到我们要爬的话 真的是 还是应该吃还是得吃 很巧 老师有人在我等于评论说 你带多少骑车 对啊 这么巧 然后他们说以为我们在一块儿骑 来个照片吧 到时候我评论去发一下 哈哈哈 挺巧 你们俩怎么吃这个八道 他第一次列我就骑这个 走 法国骑过来吗 对 去多少骑 你们俩来 去法国 啊 去法国 那走这条路啊 他们是不是要去 英特湖吧 哦 那个 我们刚从那儿过来 嗯 这么下去不就是一路下坡吗 我叫我往西走啊 嗯 来陪着啥一块 对 对 很巧啊 是 来来来来 来一块 一块吧 哈哈 两分 哈哈 其他人不多最近在欧洲 嗯 很多的呀 我今天在欧洲骑 啊 沉川到澳大利亚 啊 对 六个人一起啊 澳大利亚上族来的 对 200公里 200公里一模一样的东西 啊 对对对 我去那个无人区嘛 在那里 啊 厉害啊 牛逼哦 太牛逼了 200公里就 打瞌睡一样 完全没有吃的 没有喝的 反正 我们准备走到意大利的多罗米利 嗯 走吧 前面找个地方坐一会儿 反正我们也不急 那条 那条现在是当地人推荐 你这个太重了 啊 你实际有没有 啊 坐坐 就在前面 缘分 缘分 来分享一下骑行经历嘛 或者说人生经历嘛 有意思的 网友们爱提 澳大利亚还是很有意思 我算是 说也澳大利亚沙姆 博主里面我算是第一个骑澳大利亚的吧 应该算是 嗯 就几乎没有人骑过 嗯 澳大利亚 有什么惊险刺激的吗 我觉得是我骑行里面最苦的 惊险刺激倒是没有啊 日子是值得苦 嗯 没有那种变态来骚扰你吗 没有没有 澳大利亚人都挺好的 而且你知道我们骑车看的就像个流浪汉水 他妈来骚扰你 哈哈哈 都知道有钱人对不对啊 哈哈哈 谁有钱去找谁 我那妈看的穷得很那个时候 啊 就就200公里骑过去 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一直都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其实 一样是一样的 但风景也有很绝美的 我我手机壁子这张图就是就在无人区里面拍了 哇 非常震撼的 啊哈 非常震撼这个海景 这是这叫无人区 无人区沿着海边的无人区 他是一块 1200公里长的半卡斯特地貌 半干旱形的卡斯特地貌 他有很多地下浓洞啊 天然滩滩的洞穴 啊 然后他整个都是戈壁荒漠 嗯 然后沿着海边还好是沿着海边 要不要温度很高 嗯 在那个地方其实最危险的 你要遇到的问题 最危险的问题 就高温问题 另外一个是食物和水 嗯 但那条路上其实是一条主干的 其实一直会有车经过 只是有的人他会帮助你们 帮助我的车还挺多 那时候我小龙叔特别火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关注几乎所有的华人都 他们路上每经过一个中国人都会跟我打招呼 他们都知道是我 嗯 我在小龙叔上 关注我的人特别多 然后每个人都给我水 我看一路上水都没买过 哈哈哈哈 比如说一天遇到了20个粉丝 我看 因为澳洲很小嘛 华人圈也很小 一共2000多万人口 可能一200万华人 就相当一个小县城一样的人口 嗯 然后他们都多多少少有刷到过我 啊 澳洲人挺好的 澳洲华人也特别好 嗯 很感慨 就跟这边不太一样 这边可能像北欧一样 比较冷漠 但我也很喜欢这种状态 就别人不搭理我 我也不搭理别人 嗯 在澳大利亚谁都喜欢跟你聊个天 哎你为什么来着 来讲讲你的故事 然后大家就一块坐下 那氛围也挺好 就你去不同地方 我们就享受不同的感觉嘛 嗯 对吧 自己去浓入一个地方 像印尼也是那种脏乱差的 那他们从他们的角度 是不是 他们觉得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 你就浓入那里没有必要去指责 或者带着偏见去看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 我们去每个地方就用不同的 就用当地人 就是说慢慢融入他们的一个视角 对这一点我跟你不磨合和 我到任何地方都是哎 我不不希望 对 以我的主观 嗯去干涉别人 中国川西和新疆 很多地方不是特别的适合居住的 其实海拔太高 也是海拔高 我在全球其实也看到了很多什么 这个类似小风光 那类似小风光 嗯 其实都是它只是自然风光 它不适合人类居住 嗯 很多都是这样 适合人类居住 而且有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和小镇 这种地方像瑞士还是很少见的 对 其他地方像拉拉美啊 有很多地方也叫类似小风光 然后跑过去 安提斯山脉那边 对 这人口又少 然后车要过去也特别困难 没交通 你觉得南美中美还好吗 你这一段行差 可以啊不错呀 危险吗 我们通常说出危险这两个字 就说明我们带着偏见去看一个地方 对对 我不会跟你说这个 因为危险永远都是少数人干 永远都是存在 对少数人干的事情 但是我们想想从一个主观意识去判断一个地方 是不是真的有部分危险存在 尽量的避免一定的风险 对不对 走得更远 不是说哪有危险 陈墙去哪待着对吧 走得更远吗 对 走得更远 你浓入的更多 我在印尼那一年待的是彻底浓入的印尼 非常喜欢 我第一次啊 我去了印度尼西亚有一个岛叫松巴岛 松巴哇岛 我第一眼看这么脏这么乱这么差 我感觉街上每个人都要抢我 我才赶紧跑 哈哈哈 第二次去我靠待了一个月 我好第三次去疯狂的喜欢上哪里 我靠跟当地的玩的很好 就是 这个叫什么 那种感觉叫松弛感 那种自由的松弛感 很多地方都是其实都是这样 其实任何人类啊 原始的本性其实都不差的 就并不是说是 他们只是因为他们的自然环境和很多东西没办法做选择 所以他们国家是这样的 就像三毛 在万水千山走遍那本书里写的 嗯 他说不要以我们的主观意识去判断任何一个国家的贫穷 或者说是好坏 嗯 因为每个国家的立国资本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民发展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 对 所想获得的东西 制度文化都不一样 对不对啊 那很多人抖音里面一堆评论说啊这个地方很贫穷啊 哈哈哈来了一句啊 这个地方不如我们 我说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也不咋的 他他来了一句说这不就是贫穷吗 而且我对贫穷和富有的定义 还有另外一种定义啊 我个人的定义 我觉得自然资源的富有像非洲他也是很富有的呀 你不能按人为拥有的富有是富有 我觉得大地上拥有的动植物的数量种类很多 是不是啊 你拥有的山脉河流对不对 水质量很多 这也是这也是富有的一种表现啊对不对 为什么要用人类的金钱去衡量一个地方 是不是富有的 用GDP去衡量是不是富有的 那自然资源物资资源富有也是一种富有的象征啊 今天听到听到一句不一样的话 哎呦收益收益很大呀 哈哈哈 跟大家聊聊嘛 我因为我感觉出来起车呢 都是有一些自己想法 对对对对 看自己的想法都有点独特 嗯 而且其实我走的时间 我虽然不是一直骑车啊 但是我一直都在外面走很久 嗯 我第一次骑车很早 我16岁骑车 嗯 16岁骑到18岁 我骑自己车环游了整个中国 哇 骑了两年 后来我回回家做电商 18岁做了24岁 然后卖公司 其实我公司就是卖给了这个兄弟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被我拉出来骑车 哈哈哈 他在印尼也跟我过来玩了二十几天 啊 嗯 还挺好的 那么他也没有那么卷 就是说稍微放一放也能享受一下 对大多数人来讲 他这种生活出来就很不错了 嗯 我其实出来都没有觉得任何人要像我一样 去聊聊创业故事吗 啊 创业没什么好讲 哈哈哈 其实其实大多数人创业赚到钱 我只认为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命好 啊 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认知有误解 啊对 对自己对自己的能力有误解 啊 以为自己的能力可以赚了很多钱 大多数人其实没有很大的能力 只是你碰巧遇到人 嗯哼 骑自行车才是靠自己的双腿奔上去 不像他是电竹路 哈哈哈哈哈哈 啊这话说了 你得伤多少人的心啊 哈哈哈 扎心了 哈哈哈 啊 我无非公路车轻一点吧 哈哈哈 我在想你估计也也也也不用担心 有人会骂你 哈哈哈无所谓 我不太在意 骂我的人很多 我以前在印尼 他们说我是诈骗分子 因为我在那拍视频嘛 说我买了一个岛在岛上盖房子嘛 就跟朋友一块在那玩嘛 搞一些项目嘛 那别人都说我是kk员去诈骗 其实一开始 其实谁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啊 如果你做网络分享 我其实我只是纯粹的分享 其实我都没有卖什么东西就 对啊赚什么钱 对啊 但他们为什么有资格评价我呢 我就觉得我分享给他们是他们的收获 那么跟你刚才那句话一样的嘛 那你是决定一切了 对啊 他们其实没有任何这个 说评价我 或者说想把我怎么样 是他们的收获我有分享 如果我们不去做内容 我们不去分享这个世界 那他们凭什么在手机上 免费的看到这一切 这一切实际上是要付费的好吗 只是我喜欢分享 乐于分享 我觉得分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才去分享 对分享 我分享是因为我粉丝群体里面 存在很大一群人 都是有自由的思想 有自由的意思的这么一群人 我愿意分享给他们 而不是分享给那些 对吧 不是一类人的人 这是我所有行李啊 哈哈哈 行 今晚你露宿街头吧 这活的不要太嚣张了 这叫我所有行李啊 兄弟们 哈哈哈 这就是差距啊 这个是我的露营装备 嗯 这里面有两个佗包 这一个佗包里面有两个佗包 下面是衣服 上面是生活余面 没吹具啊 补胎工具什么 我们补胎工具都有两套 有吹具吗 吹具没有 除了吹具以外其他都有住的 就这一路 那个充电太费劲了 还好 没看都是什么我说 哈哈哈 每天都是 他这还有评估 是的 有电量显示什么的 这样 也很专业的 他会不会有电量焦虑啊 焦虑 没有啊 提醒要踩出来了才有衣服 诶 你这个车是怎么拖衣服来的 飞机吗 没有 有好位的 我们到巴黎 你看他极简的头盔肉不戴 哈哈哈 你们是不是也有人不戴头盔 没有我们都戴头盔 不来让我认 哈哈哈 他的头盔就是这个 兄弟要不要感受一下 哈哈哈 感受一下他以后不要他的车 哈哈哈 不要感受 不要感受 速度太快了 我凌晨跟不上 哈哈哈 拜拜拜拜 有机会要再见 有机会要再见 对 有机会来非洲 哈哈哈 说不定下次就路上街了 非洲啊 非洲还起了吗 我起过了呀 那现在就北欧这边了是吧 对啊 我就欧洲和大洋洲啊 就是南极啊 哦大洋洲 我目标是七大洲 可能是七大洲 我不一定 我但我都会去 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吧 嗯 哈哈哈 看腿刺不刺得行 你呢 我啊 我可能后面也会选不同的方式 哈哈哈 对 好啦有机会路上去 好啦兄弟吧 行行行 拜拜拜拜 你先兄弟 一路边一路边 拜拜 我那咖啡 好的 太嚣张了 六轻不能 哈哈哈哈 真的是六轻不能的步伐 特有搭配 拜拜 速度不要太快 平路一天干300 哎呀摇头啊 这个告别车友 然后呢 我们现在一路向西 往上爬 我现在眼皮都要往下掉了 没睡午觉 就在路上慢慢消耗这个 体育感 看一下今天能不能倒下口 现在是下午 5点45 这午饭算是刚刚消化完啊 我们现在每个人 吃了250克 一面 一包一面是500克 吃饱了 就离奇葩 先挡挡身子啊 这眼神真的是 睁不开了 很久 你也会很久 你会在耳朵上 你心里有什么 有点 你吃饭 你会在耳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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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